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5月的CPI可能是今年的一个高点了 所以想请问一下您觉得未来的经济会不会出现一个通胀大幅上线的局面 货币宽松会不会持续 那么财政政策方面会不会更加的积极呢 5月份CPI呢2.7% 已经连续三个月在2%以上 但是还没有到3%的这个通胀目标 3%以下的通胀呢都属于良心通胀 那么从原因来看的话呢 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的上涨 5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7.7% 特别是鲜果的价格上涨了26.5% 而猪肉价格呢上涨也超过18% 这是导致呢CPI上涨的最主要的因素 那么从PPI来看 PPI在5月份只有0.6% 和上个月相比回落了0.3个百分点 那这说明工业需求呢并不高 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这个通胀 并且现在属于良心通胀的这个范畴 对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并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上周美联储释放出可能会降息的预期 这对于全球央行来说呢 都打开了一个货币宽散的空间 甚至有可能引发全球央行降息潮 那么一旦美联储降息 那么中国央行呢 货币手段就会这个更加丰富 除了降准MIF以外 可能会这个采取呢降息的这种手段 那这对于自己经济来说呢 是非常有利的 保持流动性和理充裕 那么另一方面在财政政策方面呢 今年下半年还会继续发力 财政部对于这个地方政府 对符合条件的这个项目进行发债来进行融资 做出支持 这无疑那会提高下半年基建投资的增速 而另一方面呢 大幅减税降费 也是会继续推进的措施 那么在消费方面 那么这个近期出台的关于鼓励消费的政策 促进呢 汽车家电的销售 取消对于新能源汽车的限购措施等等 那么这些都有利于呢 这个拉动内需 稳定增长 来应对呢外部的压力 就是 那我们来看到全球经济方面啊 在环球经济方环的背景之下呢 近期多国央行是纷纷的降息了 美联储也是暗示会降息 引发了市场对全球货币宽松的一个预期 那么您觉得中国央行是不是也会跟随这个大潮去降息呢 美联储呢 被誉为全世界的央行 美联储的政策动向 对于全球央行都有很大的示范效应 那么现在 美联储表示呢 如果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行 以及这个 这个通胀上期 这个 通胀并不高的情况之下呢 可能会采取降息的措施 那么这一信号呢 也引发了 这个美股在上周上涨了1000年以上 那么美联储提前货币宽松 那么这会引发呢 各多的央行采取降息措施 现在已经有多国央行呢 已经采取了降息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是现在由于美国挑起了 这个多国贸易摩擦 那么对于全球经济增长来说 又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么这对这个全球央行的 这个货币宽松政策呢 提供了一定的环境 如果说美联储降息 那么这可能会引发呢 就是中国央行进一步进行宽松 那么降准呢 是比较确定的 那么降息的可能性呢 现在已经是存在了 这个可能还要观察 下半年经济增长的情况 如果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 有可能会采取降息的措施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 非常感谢杨德龙先生 这一节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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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